台北有伴手禮嗎? 台北感覺就都很好 台北喔 就隨便伴手禮店買得到的 都可以吧 伴手禮店嗎? 是哪裡呢? 是台北啦 回去親戚家你會帶伴手禮回去嗎? 感覺要帶一點會比較好 彰化有時候會 看同事團購什麼 我們台北 種子型 因為有溫北部種的服務 我們從美國 美國 我會帶點餐廳 可能是7-11或是便宜店店 有很多好餐廳 我們很喜歡葡萄餅 我們很喜歡葡萄餅 我是日本人 我是吉他人 葡萄餅 葡萄餅 我從美國 阿拉斯加 葡萄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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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香港出生 然後駐塔 我文大國約系的 伴手禮 那個啊 維格的鳳梨酥 那是台語啊 台中 我回去的話 因為我老婆是苗栗人 所以我會買苗栗的一個很有名的特產回去 垂坤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會帶台北的伴手禮嗎 不會 因為台北不是我的家 台東 你腿家會帶什麼伴手禮嗎 不會 因為大多台北賣的伴手禮 都是花東的比較多 台中人 會 一定啊 那你會帶台北的什麼伴手禮嗎 應該是吃的吧 我是香港 然後他們兩個是馬來西亞 我是會買老天鹿 我妹叫我買一些Seven的便當 熟食便當 我買了一個景深褲子給我哥 是保暖的那一種 對 因為馬來西亞天氣熱能 我沒有賣 我買了海長的隱形眼鏡回去 換手禮 是的 如果你覺得你什麼都不帶 要幫我家人們帶 不會 因為我跟我家人關係非常好 不會 反正帶了也是自己吃 可是有包紅包就好啦 對啊 長輩感覺 比起伴手禮 更想收到紅包嗎 我覺得我會更生氣 因為我沒有帶他們 因為我想分享 我生活的東西 像我所說 在一個小的禮物 我正在買到這裡 不會啊 這是他們像我回家而已 沒有耶 反正我家人叫我不要買 他就說 反正在那邊什麼都可以買得到 然後就說不要浪費錢 因為我們花這裡也是他們的錢 真的 不會吧 都家人 那相聚就好了 為什麼你會帶禮物 他們不是在這裡 所以他們可以看到文化 在一個小的禮物 我認為我們在哪裡 都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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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們喜歡看我 是嗎 我喜歡看我 是嗎 我們在哪裡 是嗎 是嗎